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天的整个会议 而且大家都参与其中 也都聆听了很多的课程 他们的教义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能有所体悟 在今天的这个闭幕式当中 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这两天让大家都有所收获 我们也请这一次的主办单位的负责人 也就是陈总裁上台 为今天的闭幕式说几句话 我们最尊敬的大家长 上进下空老和尚 还有我们尊敬的蔡老师 还有尊敬的黄老师 还有尊敬的各位贵宾 还有远从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印尼等地 而来的各位嘉宾们 还有我们本地的各位同修大德 大家好 我们连续两天的这个 传统文化教育学会的这个开幕典礼 昨天嘛 我们在这中山楼举行 各位有没有听到 昨天我们的台北市副市长 他特别跟大家说的 我们这次在那边举办这个活动 实在是相当的有意义 中山楼嘛 是以前这个蒋中正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盖的 特别也是为了恢复传统文化 而盖的这个大楼 那么呢 我们这次在那边举行这个 我们的开幕典礼 那么还有昨天的日子 他说是七一八 他说大家齐心一起八 我相信我们要大家齐心的 不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传统文化道德学会 也不只是在台湾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传统文化 这个推动者 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 全世界各地的 这个推动传统文化道德英国交易的人 大家都齐心一起花 好吗 我知道大家今天一整天的听了几堂课下来 那么呢 我相信也都是很累 可是呢 就像是昨天 我们几位的这个贵宾 在台上的大师座谈啦 还有我们的指导单位啦 他们大家都讲我们的在那个中山楼 一千多人的这个整个整场的这个 的这个大家坐在那边聆听呢 居然都是那么样的聚精会神 那么样子的 好像在他们来讲 这是在其他的 所有的其他的演讲上面 他们看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就是大家都有齐心要为这个传统文化 来好好的推动 那么呢 我们也藉由这几天 这两天 这一次我们的举办的这个活动 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做一个开始 当然我们知道台湾还有其他很多地方 也都在开始做这个活动 那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前一阵子我看我们网路上有说 这个传统道德文化是两岸之间的共同资产 那么既然是两岸之间的共同资产 我们大家都把它好好的花扬光大 我们也希望不只是台湾这边花扬起来 中国也能够花扬起来 那么能够带动到全世界 那么昨天我曾经跟各位说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 那么大家放下的关键呢 就是要我们都要知足 那么知足以后我们就能够放下 因为我有这样 你才能够深入好好地来探讨 好好地来学这个道 好好来进这个道 那么呢 我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心 当年了 六祖 当然当年禅宗的这个慧可大师 他向这个达摩祖师要求安心 达摩祖师说 你把心拿过来 我来帮你安 结果慧可大师说 密心境无可得 达摩祖师说 我帮你安心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 这次来参加这个传统道德 传统文化教育学会开幕典礼以后 我们大家都要很安安心心的 因为不要有任何的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好好的来为这个传统道德文化 为了这个我们老师上 要我们大家的道德伦理因果教育 大家来好好的推动 那么我们今天 今天是我们的这一次活动的 可以说是一个闭幕典礼 那等一下我们老上 我们的大家长 还会跟大家有很多的话要说 那么我在这里呢 就再次的感恩各位 感恩各位老师 感恩各位嘉宾 还有感恩我们的一些工作的同仁们 大家这两天来那么样的辛苦 为了传统文化 为了这个努力道德因果教育的推动 我们大家都那么样的尽心尽力 我再次的感恩各位 我们也希望我们好好的赶快把它做出一个成果来 那么相信这个社会会更美 就像礼仪加帮和谐世界 就很快的就会到你了 我们再次在这里再次的感恩各位 再次的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陈总裁 其实呢 在这两天当中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老和尚呢 一直都是在参与整个的活动过程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 都没有在看到后面 因为老和尚呢 他说不要打扰讲师 所以呢 老师在前面讲的时候呢 他全程都在后面参与 所以呢 他的心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83岁高龄了 精神很好 昨天今天全程都在这个地方参与 我们也请老和尚上台 跟所有的嘉宾讲几句话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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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赌计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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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冬天 當然,更難得的是我們這邊的主辦單位, 謝局勢跟陳總。 諸位同學們。 在這兩天這個活動當中,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有很深的感觸。 在這個多災多難的社會裡看到了一線的光明。 不單在中國歷史,在全世界也不例外。 可以說是我們這一生所遭遇的,是空前的災難。 災難怎麼形成的? 原因很複雜,很多。 可是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從一句話來解答它的根源。 就是我們中國的言語所說的。 不聽老人也吃虧在眼前。 我們今天吃了大虧。 老人是誰呢? 是我們的老祖宗。 那麼在中國,提起來大家都說, 遙順與唐,文武周公,孔子孟子。 在佛法裡面,就是祝佛菩薩。 在西方,那就是各個宗教的教主。 各個族群裡面的這人。 為什麼要這樣說法? 難道現在人比不上古人嗎? 現在的科學技術,日行月異。 所以一般人被這個現象迷惑了。 認為我們比古人智慧聰明,無論在哪一方面,超過太多太多。 古人從台北到高雄,那個時候交通工具,馬踢,騎馬,快點了。 騎驢,做手推的天子。 從台北到高雄要走多少天?至少要一個星期。 現在你們坐高鐵,從台北到高雄,90分鐘。 古人哪能跟現在人比呢? 所以現在年輕人沒有讀聖仙書。 自自然然的輕視古人。 認為現在人的智慧能力超過古人太多太多了。 古人有智慧,有技術,有能力。 為什麼不發明這些先進的科技? 我們想想他有沒有能力。 大臣經教裡面告訴我們, 祝福菩薩,智慧德能,都是究竟圓滿。 那他能不能造出的能?告訴你。 我們中國在史書裡面記載的。 王滿的時代。 這是漢朝的中西。 就有人學滑翔。 飛行的。 就有人學這個東西了。 那麼大眾所供知的, 諸葛亮發明的機械化的運輸。 魔牛牛馬,機械化的運輸。 可是這些人死了之後, 都把他的技術的時候全部把它毀掉。 不流傳給後世。 換一句話說。 他們不是不懂得這些科學技術。 懂得為什麼它不向這個方向發展。 這就是能力道德。 如果那個時候發展了, 這世界可能早就沒有了。 早就毀滅了。 西方科學家告訴我們。 大概在五萬年以前, 地球上的科學技術文明 比現在還要超越。 那個時候能源從太空當中出來的。 不是像我們現在用的是石油。 這些東西它有染污。 那個時候沒有染污。 交通工具的時候, 都比現在先進。 飛行都沒有陰神。 。 可是發展到那個程度, 這個世界的人不相信宗教了。 不相信古神先賢的教會了。 換一句話說。 這個倫理道德因果全部崩潰。 於是災難來了。 什麼災難? 大地沉下去了。 沉到海裡去了。 這個地區就現在叫大西洋。 那個時候那塊地方叫大西郭。 是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最高的。 。 為什麼到那時候人不信神了? 不再講倫理道德了。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禮很深。 佛法講得清楚。 因為物質的世界跟我們自己這個意念, 它有密切的關係。 只有佛經裡面講到這個問題。 這物質世界怎麼來的? 一切發從心相深。 所以我們在講經的時候, 要多次地跟同學們談到這個問題。 你看, 釋迦牟尼佛給我們介紹西方极樂世界。 那多美好啊。 給我們介紹, 給我們介紹, 在《華言經》裡面介紹, 皮諾哲娜佛的華藏世界。 一切祝佛的插圖, 都是另外沒有。 我們今天這個地球, 跟西方极樂世界比有沒有差別? 在理論上講, 毫無差別。 四山講, 那不一樣。 那為什麼不一樣呢? 西方极樂世界的居民, 各個都是上山之人。 釋迦牟尼佛在《彌陀經》上跟我介紹的。 藉使上山之人聚會一處啊。 那我們看看, 我們現在地球上人。 善污, 都是以《十山葉道經》做標準。 那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食物。 不但是食物, 上等的食物。 那上等的食物了, 這個世界必然有災難。 所以寇修家也提出警告。 如果我們再不重視人際關係, 不重視倫敵道德, 恐怕又要遭受五萬年前大西國的命運。 我們這個世界也會沉倒到海裡去。 世界又重新來過了。 這個現象呢, 佛講得很清楚。 就是靜隨心轉。 我們的心, 能夠轉惡為善。 轉迷為悟。 轉凡乘勝, 這個地球就變成极落世界了。 這個災難自然就滑起了。 天災人禍都沒有了。 人人都是善人, 戰爭沒有了。 人人都是善命。 山河大地會變得非常之快。 快。 這個事情, 以前我們只聽佛在經上說。 現在人不相信。 為什麼呢? 沒有科學證明。 科學講什麼? 拿證據來。 拿證據來。 所以在這些年當中呢, 日本江本波斯, 他用水做試驗, 試驗成功了。 這個信息, 我們有個同學, 從網路上看到了。 下載了四頁, 那你給我看。 我看得很歡喜。 為什麼呢? 他把佛經上講的靜隨心轉, 用科學的方法證明出來了。 誰? 是礦物啊。 證明什麼? 證明他能聽。 他會聽。 他會看。 他懂得人的意思。 我們有善意對這一杯水。 他試驗的是用這個玻璃管。 裡面沉著水。 我們有善意對它。 愛心對它。 把這瓶水放在這個, 它是用冰箱去冷凍, 放在瀉氏五度, 零下五度。 他結冰了。 拿出來之後, 在行為鏡下面呢, 看他的接近。 那個接近的圖啊, 非常之美。 善意。 如果我用我的念頭, 對這一杯水。 同樣是這一杯。 用我的念頭在對它。 我討厭你。 我恨你。 我不喜歡你。 我恨你。 在座接近的時候, 你看出來, 他那個圖案就非常醜陋。 。 失業了幾十萬次啊。 絲毫不爽啊。 是它證明啊, 誰會懂得人的意思啊。 。 確確實實上, 外面環境是誰人心轉。 心善沒有一樣不善。 心窝, 通通都變窝。 我看了這個信息之後, 就通知我們下面的同學, 跟他聯繫。 請他, 他說我在澳洲, 請他到澳洲來, 給我們做一次報告。 他真的也來了。 他到澳洲, 正好, 我到國外去講經去了。 所以我們進宗學會, 學院接待他。 他做了幾場講演, 也做得很成功。 那麼過了一段時間, 我在日本去開會, 我到東京去訪問他, 看他的實驗室。 我去過三次。 我告訴他, 你僅僅把水, 這個礦物啊, 發現了。 他會聽, 他會看, 懂得人的意思。 我說在佛哉經上講, 所有的物質, 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小到一粒沉沙, 大到整個宇宙。 佛哉經上講, 跟我們的意念是一體。 整個宇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所以我們起一個善念, 這個善念, 變法界、虛空界, 所有的物質, 他都接受到。 他都感受到。 我們一個善念, 他都變善。 我們一個物念, 他都變活。 我說你就誓言, 除了水之外, 任何物質, 通通都有。 這花草樹木都有。 這個桌子有沒有? 有。 無論什麼物質, 通通都有。 然後你就曉得, 我們這個身體呢? 我們曉得, 這是細胞組組成的, 也是物組組成的。 身體裡面的細胞形象, 也是第一個道理。 所以你的心地, 要善良。 心善, 思想善, 行為善, 你全身, 每一個細胞都善。 那就健康了。 金剛不壞身呢, 它就這麼來的呀。 如果我們的念頭不善, 思想不善, 行為不善, 我們這個身體的細胞, 也都變成不善了。 那你就是一身的病了。 所以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覺得身體哪裏不舒服的時候, 你覺得找我有不善的念頭起來了。 不善的心情才造成這種現象。 怎麼樣叫疾病恢復呢? 馬上轉握為善。 善行善行, 你那個病痛的地方, 馬上就好了。 非常有效啊, 不需要看醫生的。 現在是叫心靈的治療。 最近有一些人看到王鳳儀那個方法, 那確實, 在佛法上找到有理論依據的呀。 所以, 今天整個地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要負責人了。 我們每個人都要負責人了。 那佛跟我們講, 六道裡面眾生的病根是什麽呢? 叫三毒煩惱。 三毒啊, 貪嗔痴。 我們有沒有? 如果要是有, 有貪心, 有成灰, 有愚痴, 有貪嗔痴, 那換句話說, 你的身體裡頭已經有病根了。 你是一個帶著嚴重疾病的身體。 可是佛說得很好, 這有因, 如果沒有語言, 它不會發足。 語言是什麽呢? 它必須具備的條件。 這個條件呢, 王洪宜講得很清楚。 跟佛法講的, 沒兩樣。 他說了五個字。 反, 惱, 怨, 恨, 怒。 那我們在平常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情緒? 這個就叫我無欲, 氣情無欲嗎? 你有沒有這種情緒? 有這種情緒, 就把你那個貪嗔痴的三毒啊, 供應起來了。 那, 你就得病了。 你就長病了。 如果你能夠有修養, 順境, 逆境, 你都能用平常心, 心平氣虎, 決定, 沒有煩惱, 決定不怨人, 不恨人, 不發脾氣。 那你的一生呢, 健康長壽。 所以它總結, 我們得病的原因, 不外乎兩個字。 一個是上火, 那一日上火, 另外一個就是發脾氣。 你能夠保持你心地親近, 不上火, 不發脾氣。 雖然裡面有貪嗔痴蜂蜂蜂的手啊, 能夠控制得住, 不會長病啊。 所以, 我們身體的健康, 決定在意念。 你看看, 佛在十三夜道經上, 叫菩薩。 前面幾句話, 說得好啊。 菩薩有意法, 能斷一切世間苦, 這個話重要啊。 我是當年學著十三夜道經, 看的這句話, 寒冒之術啊。 這還得了啊。 那我們一定要學啊。 這一發是什麽呢? 善念。 善心。 善心。 我這樣講法, 大家都懂。 你能夠永遠保持你的思想下, 你的心善, 你的行為善, 永遠能保持下去。 一切世間苦啊, 自然就沒有了。 那麼換句話說, 一切世間的苦, 翻過來看, 我們的心不善, 我們的思想不善, 我們的行為不善, 才敢得的啊。 那西方極樂世界, 都是上善之人。 他不但,他善啊。 善的標準達到最高啊。 所以呢,你變成極樂世界。 整個山和大地, 都變成七宝所成的。 人與人之間的時候, 從來沒有怨恨的。 從來沒有競爭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都沒好。 我們這個地球上的居民, 也能夠學會了, 這個地球立刻就變成極樂世界。 所以極樂世界是人造的。 不是什麼自然形成的。 這個道理我們要懂。 如果要去研究, 那很深地治理。 我們講的這些地方, 那就是不能不佩服, 大成教裡面有最高的哲學, 有最高的科學。 意念能夠改變一切。 所以我們喝一杯水。 我們吃一碗飯。 江本博士說得好啊。 他說你們宗教啊, 在吃飯之前做祈禱啊, 太有道理了。 為什麼? 這種善心就加持著, 你所飲料啊, 你所吃的東西啊, 通通都變好了。 這個對身體健康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他從試驗當中, 得到的結論說, 這個祈禱非常有效。 那麼他還做了一個試驗。 日本的琵琶湖, 我去看過。 琵琶湖那個面積很大。 在一個海灣, 這個海灣是死水。 它這個水不流, 所以變成一個臭水。 這一塊地方, 二十多年了。 氣味很難聞, 很骯髒。 那麼他就做這個試驗。 他找了一百多個人。 找了一個老和尚。 他告訴我, 老和尚大概將近九十歲了, 帶著大概有一百五六十歲。 在湖邊上做祈禱。 其道什麼呢? 就是我們大家念頭集中。 把一切念頭都放下, 只有一個念頭。 湖水乾淨了。 就念這句, 湖水乾淨了。 很像王鳳雲那種方法。 就念這句話, 一百多個人的時候, 就念這句, 湖水乾淨了。 一個小時。 當然, 那湖水沒有立刻乾淨了。 但是過了三天, 那水真乾淨了。 臭味沒有了。 所以, 日本的電視台傳媒都報導這個信息。 保持了半年。 你看,一次祈禱, 能夠保持半年。 如果說每個月祈禱一次, 它這個地方永遠是乾淨的。 這說明, 外面這些山和大地, 我們以意念能夠轉變它。 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就曉得, 有辦法對付現在的所謂是自然在海。 真有辦法。 對於這些病害城, 你看這個大陸上, 齊素平居私。 小麥豐收, 他有一個錄像袋在流通。 這是在清雲, 中療, 四本某地。 小麥。 在這個授戈前, 兩天, 發現病害蟲。 非常嚴重。 所以, 當地的很多居民說, 一定要用殺蟲藥, 來殺蟲。 要不然說, 這位小麥豐說, 都被病害蟲吃掉了。 他打電話給我。 我說, 你自己看著辦好了。 你看, 用什麼方法, 來救這個, 這一次這個, 四本某地小麥。 他說, 接到電話之後, 他們商量一下, 下定決心。 絕不殺神。 我寧願這四本某地, 通通給這被蟲吃掉。 我也不殺蟲。 帶著一批人, 到這個小麥田裡面去念佛。 繞活著念佛。 真有感應。 他說, 天的時候, 下了一天小雨, 吹了一陣風。 雨後之後啊, 這個小麥田裡面一個蟲都沒有。 當地居民感到他非常驚訝。 他收了, 好像是, 二十多萬斤的這個, 這個小麥。 打電話告訴我, 豐收。 所以這是, 你看這些蟲, 這個病害蟲的時候, 跟人心能溝通啊。 我們願意犧牲, 他也有報酬啊。 他離開了, 不見了。 那麼我們對於農作物這一方面, 我們做了大概有十年。 我們在澳洲, 種的這些水果, 蔬菜, 我們種了很多。 我們有很大的菜園。 平常可以能供養的時候, 三不多人吃的。 做發揮當中, 供養一千多人。 我們不用農藥, 不用花費。 我們給這些小蟲的時候, 約定。 我這個菜園, 畫成一個小區, 專門供養你們。 你們要吃到那吃。 各一條, 各一條, 填梗, 這一邊, 你都不可以。 受發了。 真可愛啊。 我們的果木樹, 我有種的很多果木樹, 我們也指定, 這個, 差不多有六七棵, 專門供養鳥, 來的時候到那邊去吃。 不是指定的, 你不能夠吃。 很定我。 所以我們澳洲的菜園呢, 這個蔬菜水果的時候, 天天豐收。 心要善, 我們要顧及它。 那小蟲它也要吃嘛, 你不能不給它吃嘛。 所以跟它約定的時候, 不需要用農藥花肥。 當地這些, 種植蔬菜的農民的時候, 來看我們這地方, 長得比他們好。 所以他就問我們, 用什麼方法? 我就告訴他, 我們用佛法, 來種蔬菜水果。 我們用佛法。 我們用佛號, 用播放佛教的音樂, 來供養這些蔬菜, 是這個古墓樹。 所以他們都聽經, 他們都聞法, 都念佛。 所以長得非常之好啊。 就是行善, 念頭善, 行善能夠轉變。 首先呢, 要轉變我們自己的身心。 我們有個健康的身心。 健康身心, 不為自己。 有健康的身心, 你才能為大眾佛物。 活在這個世界, 不為自己。 活在這個世界呢, 我們是兩個目標。 兩個目的。 第一個, 求正法救助, 護法。 第二個, 我們佛物一切眾生。 為一切眾生佛物。 不為自己。 身心健康, 你才才真正能放下了。 這個是我當年初修佛的時候, 老師教過我的。 我這個行業是老師替我選擇的。 我很感激了。 這個行業確實很自在。 另外是老師教過的, 學釋迦牟尼佛。 學佛嗎? 向佛看起。 釋迦牟尼佛一生沒有到場。 一生從此於教學。 有教無類。 所以你真正明瞭之後, 釋迦牟尼佛是什麼人呢? 用現在的話說。 他是一個社會教育家。 你看到三十歲開悟。 開設教學。 七十九歲, 元基地。 蔣金教學四十九年。 他是一個社會教育家。 他的身份呢? 是個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 他不收學費呀。 那教學沒有學校啊。 沒有一定的場所啊。 多半都是在樹林。 水邊。 一個人也教。 兩個人也教。 幾百個人上千人也教。 沒有一天終斷過。 生活非常簡單。 日中一時, 樹下一休。 所以, 我們這一生講的是吧。 不管人, 不管錢, 不管事。 釋迦牟尼佛教的呀。 這不是我們發明的。 佛當年就是教學。 修行呢? 修行在個人。 佛不管你。 你怎麼修? 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 大家在一起共修啊。 從前沒有。 過人修過人。 你明白了。 方法, 你覺得哪一種方法 適合你自己? 你就好好去修。 修佛呢? 不外乎兩種事情。 一個是放下。 放下什麼呢? 放下妄想分別之處。 這個要放下。 那放下之後, 還在提起。 提起什麼呢? 提起什麼呢? 與 倫理道德因果相應的, 要認真去做啊。 你看佛, 頭一個叫上。 一種特段, 創養父母。 封死死長。 慈心不殺, 修事善意。 不深奧。 很平實啊。 從哪裡做起? 从校养父母做起 从尊敬司长做起 这就是校道 思道 你真正落实了 你的德行的根就砸下去了 所以佛法在世间 不利于世间法 出世间法是什么 出世间法就是 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出世间法 这个要放下 我们人生 生活在世间 释迦牟尼佛没离开世间 一生从此有教学 是一位职业老师 他不是神 不是仙 他是职业老师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 把佛法认识清楚 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 首先身心健康 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为大众佛物 第一个 一定要加之好 中国古人讲的 这个是各无之之 各无是什么意思呢 各是格斗 物就是欲望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欲望 然后你才能有智慧 你才能求知 才能达到 诚意 真心 修身 起家 这一步一步往上提升 都是从自己做起 自己没有学好的话 你家的人就不能够整齐 你怎么能够置一个团体 怎么能够应付了现前的社会 先从自己本身做起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佛法讲的说 佛讲的很好啊 你要度别人 先度自己 自己未度 而度别人 就无有是处 没有这个道理 一定要先度自己 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 障碍太多 诱惑的力量太强 所以 我们前辈的老师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专修净土 待业往上 这是一个很可靠的一种方法 那成就呢 古人讲得好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你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了 你肯定就开悟 你就成就了 这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成功 张员太多 业障太重 换一个环境 到极乐世界去 换一个环境 现在讲移民吧 那边修行的环境好 障碍少 业障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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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地方 这好事情 我们要能够相信老师的话 深信不疑 业心专业 至于教 佛当年在世 讲得很多 后来弟子们集结 呈现在的经典 那我们要懂得 所有业情经教是通的 金刚经认说得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佛家常讲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这个通是什么 通是见性 你学一样 你心是定的 你心是专的 容易得定 定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开悟了 这一开悟就全通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自信得能 是你 智慧得能 是你自信里头 本来有的 你没有情绪 你跟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两样 所以大乘教里 佛常讲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现在是不是 是佛 是佛为什么 不能得到佛一样的 这个受用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好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取 因为我们现在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这是障碍 把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 都能障碍住了 注意要记住 障碍并不是消失了 有 就是有障碍 不起作用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我们的自信的 智慧得能全恢复了 那你就跟一切祝福如来 没两样 这个道理要懂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尽量 能不执着 就不要去执着 尽量放下 道业 这个进步 从哪里看呢 你的执着 一年比一年轻 你的分别 一年比一年轻 这是进步 你的心 越来越亲近 越来越有定力 国内我看的少 我在国外看的很多 而学生没有定义 上课的时候 心不在意 所以他很难 学到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是 与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严重的关系 现在整个社会 你看 这个诱惑力量太强 电视 网络 广播 你看这些 报章杂志 都是把你的情绪 七情无欲 把你跳动起来 没有像从前 它能帮助你安定下来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这个传统文化 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努力在全世界宣扬 逐渐逐渐的 我们看到一些成果 在中国大陆 现在很多地方 很认真地在宣扬 在做 那么台湾 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马来西亚 这个是成立了一个 卢江文化中心 来推动了 这个伦理道德教育 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所以从这些地方 我们看到世界 有这么一线光明 希望这个光明 我们自己每个人 全心全力 变成这些努力去做 把这个光明发扬光大 救自己 救我的家庭 救社会 救国家 救世界 那么我今天 就是一点点点 小的心得 供养我们的同学们 希望我们同学们身心健康 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老和尚的开戏 开幕式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大鼓开始 而闭幕典礼呢 我们也会以大鼓来闭幕 而在台美国小呢 今天呢 还有一个表演 在台美国小的小朋友呢 他们在练习大鼓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开始来看看 他们在演练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也非常辛苦 台美国小于民国34年创校 迄今已于一甲子 是个历史悠久 环境清幽 小而美的小学 而这次很荣幸能邀请到 台美国小的几鼓队 来为大家表演 这些小朋友们 年纪最小的才三年级 最大的六年级 他们每周练习三次 不怕辛苦 也不曾间断 就因为这样扎实的练习 才能呈现出完美的演出 因为现在在一般的小学里面 事实上没有学长绝地的观念 但是我们在这个谷队里面 因为先来后到 先来的的确 它的能力就是比后到的小朋友 要强了很多 所以让他们去指导后面的话 他们也是一种复习 让他们也很愿意 去做一个大姐姐 大哥哥这样去指导 后面的小弟弟小妹妹这样子 这也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学习 你看看 他们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 用心尽力为我们敲打出令人振奋的节奏 他们的脸上也都堆满自信 且充满成就感的神情 石骨的十字 代表两只骨棒交叠一起 可赋予骨术更大的生命力 同时也象征着石骨汇集十方的能量 共同凝聚一股团结的力量 对国小的小朋友来说 也可以培养出良好的纪律 与团队合作的精神 那像譬如说我们在变位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些大骨要立起来 或是横躺的时候 大家都要很迅速地去动作 然后赶快移位 那这时候大家都是非常合作的 所以在合作上面 然后在纪律方面 他们都比一般的 其他没有进入股队的小朋友进步很多 不禁老师的说明 我们还真不知道 原来小朋友学几乎的好处这么多 期望借此唤醒国人 对传统股术的重视 并鼓励专业人士 持续为台湾股月 带来创作的勇气与信心 希望透过从小的教育 能够建立起属于这块土地的股术风格 那么接下来就请台美及鼓队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即使是闭幕典礼 一样可以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他们的表演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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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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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 谢谢台美国小他们的精彩表演 好 同学都不用动好不好 先不要动 先不要动 因为我们也知道场地有点小 所以他们施展不开 麦克风都被他们打掉了 但是确实是非常的认真了 那今天台美国小的校长也来到这个地方 那传统文化教育学会呢 也特别要颁发一个感谢状 给台美国小的校长 也谢谢今天所有表演的同学 我们请方兰校长 我们请老和尚 还有陈总裁颁发感谢状 谢谢台美国小 今天在传统文化教育学会 闭幕典礼上这么精彩的表演 谢谢台美国小的校长 今天呢 传统文化教育学会闭幕典礼 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天 这两天来所有嘉宾的参与 老和尚刚刚也说了 意念能够改变一切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心存善念 因为不但能够改变自己 也能够改变别人 甚至于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希望大家对于未来 也能够更加支持 传统文化教育学会的各项活动 希望我们能够越做越好 而今天的闭幕典礼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顺利闭幕 而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要恭送上镜下空老和尚 谢谢他在这两天来 对于这个学会的支持 而且热情的参与 在这一首呢 师傅我们永远祝福你的歌声当中 我们跟众 反合上离开 我们也希望 在场的所有嘉宾 你会唱的 也可以跟他一起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热情